文化部蔣中正總統與臺灣特展 今天在中正紀念堂開展 文化部長李永德強調 中正紀念堂的組織章程 是為了宣揚蔣介石的豐功偉業 運用在這裡辦展 就是要打破神話 也強調整個轉型正義 不必聚焦在同項的拆除上 經過近九個月的籌備 蔣中正總統與臺灣特展 二十二號首度在中正紀念堂開展 展出蔣介石主政時期 在臺灣政治 外交 社會 文化上的表現 文化部長李永德強調 這是轉型正義重要的部分 由於中正紀念堂的組織章程 是在宣揚蔣介石的豐功偉業 現在運用這個場域設展 就是要打破神話 呈現歷史多元樣貌 整個轉型正義 不必要集中在 具體 具象化到一個銅像 是不是要拆的問題 其實一個轉型正義 涉及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銅像要怎麼處理 也不是最優先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要再繼續溝通 至於中正紀念堂內的蔣介石 銅像是否移除 引起多方關注 促轉會近期已經舉辦 座談會與社會溝通 促轉會強調 銅像應該移除 或做不可回復性的處置 就是希望透過法治化 讓轉型正義的成果 不會因為政黨輪替 就恢復原狀 對於同項的處置 暫無定論 不過李永德強調 希望透過這個特展 將蔣介石的功過並程 期待民眾透過史料與檔案 重新思考其定位 因為該做的不是抹去記憶 而是彰顯對抗獨裁者的勇氣 社會才會有遏止獨裁 再度發生的可能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台北報導